早 早 诚哥 早 我的天 讨什么呀 刺激 你觉得呢 太刺激了 人呢 明神 你回来了 医生怎么说 没什么 你好 童谣 你好 明神 你的手好点了吗 好多了 行话少说 颜贵中担 虽然明神退役了 但是明神他不会离开我们 从今天开始 他就正式成为我们 ZGDX的战队教练了 我就是打五国力明神 舍不得离开我们 回来了 没走过 明神 我还是怀念你打终端的意思 现在我们的终端是童谣了 我一定会努力的 全国联赛马上就要来了 我会和明神一起 监督大家积极训练 劳夜结合按时作息等 从明天开始 谁都不许顺篮教啊 要早睡早起 早点起来看全清令啊 我 我不知道 基地不让看局的 没说不让看 休息的时候干嘛都行 是吧 老K 高兴 老K 我去跟他聊聊 你别介意啊 明神一直是这个队的重担 在队里时间待得也最长 所以他退役 我们大家心里都挺难过的 尤其是老K 他是明神招进来的 也只认明神 所以从明神退役开始 他就跟来打一副养 臭疯 好了 大家训练去吧 小姐姐 跟我来一趟 好 走呗 完美 噓 你 来 小姐姐今天第一天 感觉怎么样 还不错 就是小胖的Superman 和诚哥的浴袍游泳 闪瞎了我的眼 没想到我不在的时候 他们玩这么开啊 那个战队手册 你可以多看看 里面有我们战队 详细规章制度 还有啊 俱乐部有规定 每个战队成员呢 每个月必须直播四十五个小时 要完成直播KPI 这是合同 你先看一下 不对了 你之前是在哪个平台直播的 没签约吧 兴奋 但是还没有签约 对了 我以前直播的时候 都没有露过脸 所以我想问一下 可以戴口罩直播吗 戴口罩 为什么 戴口罩直播 比较有安全感 你骗鬼呢 行 那你戴口罩直播 那之后 比赛的时候 新赛季拍定妆照的时候 你都戴口罩 到时候肯定有人说 这丫头不知道是来打职业的 还是来演什么都市灵异 裂口女孩的 早晚都会被看到 有什么好躲的 再说了 这是工作 你要有直面面对粉丝的勇气 行 行 好 好了 来 这份给你 咱们下去吧 好 走 我跟你说啊 咱们战队呀 其实特别有发展 你不知道吧 除了赛季成绩 我们的战队人气也不错 你看 这设施 这装备都是一流的 差不多得了 小任 待会儿你安排一个人 带他去一趟超市 确实啊 他是今天第一天来 肯定是要买点热用品什么的 你不是说我都忘了 我确实得安排一下 诚哥 你带他去吧 我记得我刚刚说的是 你安排一个人 对啊 我安排成本你了呀 我很忙 忙着掉分吗 你已经少允断位了朋友 所以我才要忙 不能听到玉丁考核了 嗯 两天时间从少允到京都之主 诚哥 你当自己是神仙啊 走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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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董 等你早回 来来来 再点双白 等等我 诚哥 我能叫你诚哥吗 叫爸爸多合适 我劝你做个人吧 你不是早叫了吗孩子 快点 等等 什么矮子 大家萍水相逢 我劝你善良点好吗 做什么敌意这么大 因为我没想过未来队友会吃个未成年 我二十二了 大学都毕业了 你的身高告诉我你在撒谎 微博山了 我不 谁让你先把我关在门外的 还说我爱 微博置顶了 童谣 艾佳 童谣 你到底不跟我说一声 是你前女友勒令我不得与你联系 你俩认识 我俩同一所大学的 她带我三姐 她妈是我老师 她前女友是我闺蜜 还有她 我有问你这么多吗 诚哥 这位就是 昨天发微博说被关在门外的 小姐姐吧 嗯 小姐姐可是职业选手里面 唯一的小姐姐 诚哥 你的小姐姐可以收一收了啊 哦 对了 小姐姐 我叫梁生 YQCB的队长 我们战队就在隔壁 欢迎来蹭饭 好啊 好啊 少拿吃的来腐化我 有一个小胖就够了 对了 全国联赛先约一场 没问题啊 等我们新人到位 我就跟小瑞约 看来是找新外员了 什么位置啊 ADC 等着官宣吧 也是大新闻 谁啊 我不知道 童小姐姐 你就替我跟你闺蜜 说说好话吧 好歹把我从黑名单里 拉出来 哪怕告诉我为什么分手也好 我只能告诉你 你前女友可是拒绝了 三个国外提供回来的 而你却只关注 直播余碗给的多不多 我 孩子 上车 我的天 职业选手都开这个吗 怎么 做惯了滴滴专车 自己不会开车门啊 不敢不敢 我自己 肯定了 肯定了 我去买个拖鞋 还有日常洗漱用品 随便去附近哪个商场都可以 不然呢 带你去家具城 真的吗 真的吗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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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能看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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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很诚 诚诚 前两天春季赛决赛的时候 小月说你也来了 是啊 跟我们住同一个酒店 是啊 四十六楼 是 不是 那天那个倔强奶子果然是你 不是我 倔强的不承认自己啊 又倔强的不承认的是你自己 不是 诚哥 你听我说 我那天不是够不着 是拿了太多东西成熟 所以才 倔强 我要开始讨厌你了 你看我胖吗 快点 诚哥 哪个好看 蓝色 我记得我刚说的是蓝色 直男的审美都是用来排除的 比如小胖 还买什么一次性买完 别跟耍杂技一样 你刚快挂后架上 这不怪我 就剩下最后一双粉色 我刚刚好不容易拿下来的 结果你 原来那天在超市里面 把水偷偷藏起来的 就是你啊 什么意思啊 你怎么会知道 你就是那个偷水贼 什么偷水贼 是没写你名字了吗 那是我先看到 我先藏起来的 那也叫藏啊 那怎么不叫藏了 在超市里面藏东西 你是小孩吗 我能是害怕先被别人买走 我那两天 以为自己被一群矮子丧尸为成了 没想到 是同一个人 什么矮子丧尸为成 队长你好好说话 退场了不起 走那么快